罪从心起将心颤,心若灭时罪亦亡,罪亡心灭两聚空,此则是明真忏悔。 那么请问师父,照业之后如果能够让自己心里面放下,是不是业就会减轻? 对于这件事的礼佛数量是不是可以减少呢,师父? 其实也是有待遇他的忏悔的程度的。 一般的能够放下的人,他已经说明他已经忏悔了,不忏悔是放不下的,对不对啊? 你到了一个夜,你一直不忏悔就耿耿于怀啊,你忏悔了我做错了,不停的念经,不停的跟人家说对不起,是不是心里舒服了? 比方说你把邻居家里孩子弄了伤了,你不停的跟人家说对不起对不起,自己也说我怎么搞的怎么搞,是不是心里好过一点啊? 是啊 啊,就这样,你要是硬顶着,啊,你说这个夜能消亡吗?消亡不了的,啊,啊,是的,师父,是的,师父,啊,师父,啊,如果一个人记性不好,容易脑子里淡化或者忘记自己做错的事情,那么所造的夜就会减轻一些吗? 忘记的话并不会减轻,就相当于一个人做错坏事,你忘记的你就没了,很多人做了些坏事,过一会儿警察来抓他了,你抓我干嘛,人家警察说,那你上次偷东西,对不对啊? 是 啊,难道你忘记的就没有了,不是这个概念,要忘记,要怎么忘记,要你念了经之后,消业障之后,你忘记了,那就真的没了 啊,知道了,师父,几个简单的意思,你跟妈妈吵架,你骂了妈妈一句,你,你说我忘记了,妈妈还记在心里,妈妈还记在,对不对啊,如果你今天跟妈妈说对不起啊,妈妈,你不要介意啊,我今天脑子发魂了,好了,妈妈算了,对不起,孩子,大人不记小人过,讲完了,你去看电视了,你说这个事情,你现在忘记的,是不是没了啦? 啊,是 啊,如果你不跟妈妈讲,你说,跑出去看电视了,过一会儿,你妈妈,找个茬就揍你,哈哈哈哈,哈哈哈哈,哈哈哈哈,对不对啊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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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突然之间找个茬的时候,发一顿臭嘛,你还不知道咋回事呢,哈哈哈哈,是啊,是啊,师父说的对啊,哈哈 啊,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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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, 感谢观看